今天是7月20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天安门前身叫成天门落成于1417年 也就是明朝永乐15年 是明清两朝举办重大庆典和向全国发布政令的重要场所 也代表着皇权的威严 原来的天安门前面只是一块封闭的宫廷广场 呈T型 新北京的建设就是从天安门广场开始的 中共建政后请来了苏联专家来帮助北京做规划 苏联专家在对北京城市建设做了一个详细的调研之后说 哎呀 了不得呀 这北京是先修河湖水系和下水道 作为历史古城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后来他们听说最早建设袁大都的时候 连设计图纸都没有 那就更神奇了 这是一个有着科学规划的 庄严有设计思路 却没有设计图纸的伟大城市 这个赞美完了以后 但是在改造北京的思路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 和这个传统又不一样了 当时以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为代表的建议啊 是保留旧城 把这个新城和国家行政中心打到哪呢 打到这个月潭以西 这个公主坟以东 这苏联专家和当权者呢 是希望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进行改造 这就意味着要拆除大量的古建筑 首先要拆除三座门 天安左右门和中华门 苏联专家就说了 说莫斯科的行政中心就是红厂 是达瓦利西斯大林亲自规划的 哎呦 苏联经验啊 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斯大林同志 他的规划思想肯定能让北京的建设 从胜利走向胜利 北京市领导非常高兴 但是梁思成搬出了很多的老学者 很多热心的这个老北京 不说吗 新时代了 民主了吧 那咱们投票呗 让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来定 好不好 拆不拆 怎么办 北京市委有办法 你跟我搞群众路线 你弄了点 梁思成 结果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找来了黄包车夫 三轮车夫来干嘛 控诉三座门的雪寨 哎 说他们多少多少这个三轮车夫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 哎呀 男人死了 扔下孤儿刮目 好可怜哪 一定要把三座门给拆掉 决议形成了 拆 梁思成是痛哭失声啊 后来毛泽东就批评这些保护古代建筑人 说这北京车破楼 城门打顿也哭鼻子 这是真正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所以咱们看 当传统开始消失 党的强势开始建立了 中国的一切似乎悄悄的从天安门广场的变化开始有了新的格局 天安门广场的符号意义被进一步强化 成为宣扬意识形态举办大规模的庆典的阅兵啊 开展外交的重要场所了 从开国大典只是一个序幕 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也是依据在空气里飘扬的声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 多达一千万 之后红卫兵说 遍及全国这灾难啊 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乡神文化 被砸得粉碎 而当年的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啊 就发现高等教育的大门被关上了 你想一个民族在现代文明社会 失去长达十年的正规高等教育啊 而且这一代人也被耽误掉了 1989年 百万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聚集 反腐败呼唤民主等到的是什么呢 军队的坦克还有打牡丹的扫射 人民的政治诉求和自由的渴望被扼杀了 那个时候共产党也改口风了 原来不是政治挂帅吗 从此人们不要参与政治 让人们屈服于对金钱和经济生活的压力和追逐当中 民众在收入增加的这个虚幻当中 开始为原来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支付特别重的负担 但是人的天性不是光追求钱追求物质就行了 它还有精神的诉求啊 就在这中国特殊的民间修炼文化的基础上 在气功热潮当中法轮功开始传出了 这个功法去病健身上的真实效果 还有在精神上叫人真善忍为原则做人 促进了当时社会道德回升 练功群众的人数直线上升 咱们想这无神论的共产党他最怕的 就是人民在精神上的觉悟 在信仰上的追求 当时江泽民不是通过六四 爬到这个总书记位置上了吗 他就始终担心他在军内、党内没有什么威信 所以他强制推出了一个什么 三讲运动 然后他去视察视察吧 三讲怎么搞的 就一看 哟 这老百姓啊 还有甚至党员这不用不用宣传 自觉的去独转法轮 哎呀 这他这个心那个妒忌 他那个心里跟那个小猫挠似的 1996年开始 他就开始选择法轮功啊 作为头好的打击对象 但是江泽民这个倒行逆施 开始也不能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支持 咱们知道那个当时总理朱镕基嘛 他当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国家经济体制转型 大量的下岗工人的问题 那他就说了 对法轮功态度他说 你现在这个很多单位对生病不报销这个医药 下岗工人又那么多 那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 群众又不闹事 比先进模范还先进模范 你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啊 说不过去 我们再不能搞那个运动的方式啊 来解决思想问题了 不利于经济建设 也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 江泽民跳下了 糊涂糊涂 亡党亡国呀 这法轮功在和我们争夺群众 我们一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 但是江泽民还是有顾虑 为什么在最高层当中啊 人大委员长乔石还有很多的老干部 就认真做过调查 独立的出了一份报告 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 这明的不行来岸的 江泽民就开始通过他控制的情报系统 还有国家安全部门呢 弄了几份假情报说来了 说这法轮功有国外的政治背景 有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 这一下子谁敢说话呢 就没有这种机制 去对这些特殊部门进行制约嘛 你要出头说说法轮功替法轮功说话 那你不成了海外敌对势力 在中国的代理人了吗 于是一个叫做610的法外机构就成立 开始跳过司法 跳过行政 开始对这个全国数千万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了 1999年的7月20号 历史上的今天 公安在全国开始绑架拘留法轮功学员 开始全面的镇压法轮功 然而就像这个中共历次运动一样铺天盖地 这个打压呀抓捕啊 哎 他这次不灵 他根本拦不住全国法轮功的不断上访 那个强大黑暗的转化也没办法改变绝大多数修炼人的信仰 当时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没多大收效啊 反而社会上还有中共内部的反弹的越来越大 这下江泽民着急了 亲自上阵 他在那些外事活动中啊 亲自发这个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 这政法委罗干一听 一看又有自己的大老板这么狼狈 他坐不住了 找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当时李东升 还有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萌 开始策划一起震惊中外的骗局 说这个时间吧 时间农历新年 一家人坐一起熟视率最高 这时间好 地点呢 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了 国家的中心容易刺激民心啊 这个点子好啊 不过这广场这个人流大 没事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倒是调一支部队来广场 当天不开放 把这事儿咱们圈起来做 那摄影的细节 摄影的细节就是电视台的事情了 可以用专业镜头 专业镜头跑牌 增强这个现场感 不过这个特写镜头 对演员还是有要求啊 演员 这个不用你担心 我来组织 剧本你们怎么想 自焚 这个好 画面有震撼力 不过有人说了 不是佛家不是说不能杀生吗 你说他们自焚就有人信吗 这就看你们的功底了 放一遍不信 电视台放十遍 继续放 2001年的1月23号 当时是农历新年的初夕 全国人民都被天安门广场的这起自焚事件给震惊了 偏偏有这些喜欢刨根为底的外国记者跑到开封去调查了这个事件中的一对主角刘春林的母女俩 结果呢 他是来自华盛顿报记者叫菲利普潘 他就发现了刘春林是在一家夜总会上班的 经常殴打他的母亲和女儿 根本就没练过法拉姆 他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 没有没有 公安里好多人练功 从来没见过他 特别是那个女王就更加没有了呀 一场自焚的火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根据各方调查和技术还原 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份 也就是这个自焚事件的七个月之后 半年多之后 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搞国家恐怖主义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它涉及实际上是惊人的阴谋与谋杀 声明指出了 根据录像的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就是政府一首导演的 但是国际上认可了 令人痛心的是自焚骗局之后 在中国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加剧了 社会上对于法轮功的不理解 甚至是敌视增加了 一夜之间黑云雅成成欲醉呀 但是这些坚定不一的信仰者 他不是为了自己受了多大委屈要去申冤 而是为了更多的被蒙蔽了真相的民众 你要说了 这不了解真相又能咋的吗 我跟你说 你回忆一下 说反右的时候不了解真相 引蛇出洞 知识分子一棒子不打死了吗 你说这个大跃进不了解真相 说感应超美打链钢铁最后怎么样 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吴国大明刚才说了造反有理 砸碎了传统文化 最后怎么样把自己精神给耽误了 六四说不明真相 那全世界就是中国好像不需要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样的 那么好像现在呢 你说今天真善忍的好人你都要镇压 这个世界这个民族还能留下什么样的人呢 这不跟自己有关系吗 法轮功学员呢 于是开始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 不断的走向天安门广场 打出横幅告诉世人 法轮大法号 2011年的1月15号 加拿大人乔尔和泽农分别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 他们是法轮功弘扬海外得法的弟子 泽农呢 是因为修炼了改掉了酗酒吸毒的顽疾 也许我能到北京能做点什么 不是吗 但是我怕他要死 这泽农也是个实在人 他也害怕 为什么 他知道正要去的这个国家 正在攻击和迫害一同信仰的这些法轮功弟子们 乔尔就说了 他说我们应该过去 就应该过去告诉中国人 不管你怕我怕 要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是孤独的 我们跟你们一到 有一位女士叫凯特 她是出生于澳洲的一个小镇的一位女士 这法轮功修炼的跟这个让泽农一样 也让他摆脱了原来这个吸毒 饮酒 酗酒的这个习惯 也融洽了他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因此这法轮功让他身心受益 他就说了 他说你要让我放弃法轮功修炼 我肯定不会嘛 那我可以想象 现在在中国如果让一个修炼人放弃他对法轮功信仰 他能放弃吗 不行 但是难过的是我现在在澳洲可以自由的修炼 但是在中国不行啊 2001年的11月20号下午2点 来自瑞士 法国 英国 澳洲 美国的西方学院 相约到达天安门广场旗杆前面的孔地上 刚才说到的泽农啊 提前来到了广场上 他感觉到自己没那么怕了 平静了 那份怕心没有了 他知道自己将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可贵的中国人 他感觉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能震动这个地球 两点钟 12个国家36名西方法轮功学员 打出了一幅巨大的金色红符 上面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 开始进行和平情愿 泽农和他的伙伴用汉语向周围的中国人大声喊道 说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好 加拿大知道 欧洲知道 美国知道 数分钟后 不出意外的 他们全都遭到了非法的逮捕 泽农和他的伙伴在警车上还遭到了毒打 被抓捕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审讯的时候 告诉警察说 与中共政府造谣宣传正好相反 我们在海外修炼法轮功时 我们亲身感受到非常好非常正的东西 真善忍是我们这个充满了暴力和恐怖的世界迫切需要的 它带来的是和平和和谐 正是这和平的心呢 所以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 他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他们最后都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营救 回到了海外 这个事件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关注 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文革在线的广泛而深刻的迫害 这些学员回到海外 他们呼吁 呼吁世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起来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知道在抵制迫害中 他们并不孤单 在善与恶的抗争中 世界是没有国界的 希望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达这样的愿望 结束对法轮功这场毫无意义的虐杀和迫害 有一位来自瑞典的伊万呢 他面对当时他也参加这场活动 面对警察那个像邪灵一般控制的残酷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他偷偷记录下在场迫害 侮辱他的所有警察的警号 要让未来的正义记住他们 他知道这些警察之所以残暴 是因为他们比任何善良的人还要恐惧 伊万呢今天是无法再踏上神舟大地了 不给签证嘛 但是他的心依然牵挂在那里 他说 他说 我很想见我的中国同修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因为迫害 已经不在世了 那些活着的同修 如果哪天和他们再见面那该多好啊 我期待着这一天 历史上的今天 720迫害法轮功 人这一辈子都在选择当中 哪怕是简单的一扬手 一个回头 一个念头 都在决定着你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